记者郑锦衣台北报道,台北市45岁的张淑仪,今年10月1日起,接受诈骗集团指示,在ATM提领上百次,总提领金额破百万。张淑仪穿着打扮有如是警婆婆妈妈,不像一般年轻车手鲜艳,提领手法又谨慎,因此得手多次。上周六警方将张女居提到案一诈七最前移送法办。 三名派出所警方表示,张女自今年10月1日起,持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提款卡共19张,在辖区银行或超商ATM提领85次,在三重一间超商提领一次,总计提领金额达1172935元,以致被害人数达到68人。 事后警方又查出张女在松山区其他地方也提领41次,将持续扩大侦办张女,并已向检方生涯获准。 张女作案手法谨慎,一间ATM仅提领2、3张卡,一次金额都大约2到3万,加上穿着打扮有如一般大妈,不引人注目,因此多次得手。 警方接获被害人报案,依账户提领时间调阅监视器,取得张女影像。 10月17日,在三明区一间邮局前,逮到正在作案的张女,并调查出张女涉及担任多起诈骗车手。 11月25日,持拘票至张女位于新东街的住家将她拘体盗案,张女盗案后坦承犯案。 警方表示,将持续追查上游诈骗集团成员,也呼吁民众接获可疑来电,保持冷静并拨打打165或110专现象。 警方报案查证。 警方报案查证。